到故宫逛动物园 有没有搞错 国立故宫博物院时尚头一回 邀请台北高雄与新竹三个公立动物园 以及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 联合推出专门为小朋友策划的 故宫动物园暑假限定特展 将故宫收藏古画中 关于描绘动物的精彩色品 对照现代生物照片 标本以及互动影像一同展出 看到古画中出现熟识的动物 小朋友果然很快进入状况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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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朋友 当你画老虎的时候 你会想把老虎画成什么样子 由于是专门为儿童办的展览 展品文字介绍并不多 主要是让小朋友了解 过去的人是怎么称呼 我们现在熟悉的动物 像是古画中的周瑜 其实就是现在的白虎 清代画家狼士宁所会的果然 则是马达加斯加 黄伟狐猴 台北市地动物园 还特别出界标本 让小朋友看了更有感觉 展场中还出现了12生肖 鱼 鸟 青蛙等古画 精准的身体细节描绘 连生物学家看了都则则称奇 当然也有看起来不怎么像的孙妮 其实画的是古代狮子 由于古代人很少看到狮子 因此添加了想象 才会出现既古怪又幽默的模样 故宫希望借由这次特展 拉近故宫与小朋友的距离 小朋友看到动物大概最亲切 对那吸引他们进展场 让他们感受一下古画的魅力 那对他们来讲可能没有魅力 可是我们就借一些那个互动的手法 让他们可以 有机会可以亲近这些古画 那将来有机会 就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埋下一颗种子 将来哪一天发芽 不知道这样 保育专家们也希望借由这次故宫动物园特展 让小朋友认识保育的重要性 看到过去的历史上 我们的祖先人怎么样的看待这些生物 那回头想想 我们的未来留给我们子孙什么样的东西 以后他们不应该只留存在文件上 照片上或是书画上 而是还能活生生的 在我们的环境中持续的程序 延延暑假来临 爸爸妈妈不妨带着小朋友走不趟故宫 看故宫动物特展 悄悄古画中有哪些神奇宝贝 还能欣赏动物偶戏演出 并参与生态课程教育活动 共同美好时光 中国电台记者杨仁祥 张超伦 台北参谋报导